两个女生的牺牲真的很大 我们要为她们加油打气 那么接下来关系是在室内排球的部分了 上一届的杜哈亚运中华女排一举夺得铜牌 不过今年在经过大幅的换血之后 想要再拼进前三的话要多加把劲了 至于在男子排球部分 得在八月份的亚运资格赛全力一搏 要全力争取参赛权 四年前的杜哈亚运中华女排一举夺头 写下参赛时以来最佳记录 也让中华队今年的广州亚运直接获得了参赛权 不过由于国内体育大环境不佳 每每到了大赛前就是中华队再次换血的时候 今年的中华女排除了去年在世青女排赛 夺下史上最佳第五名的一些成员 包含了黄金女左手陈婉婷 自由球员杨梦化 举球员杨雅竹外 还加入了7月6年排球联赛冠军队台电女排 以及Top Girl队共13位好手 他们从4月开始集训 目前在日籍教练板口的领军下 正在泰国参加公主杯 所以我们那次之前也让他们参加 亚洲的俱乐部锦标赛 以及让他们参加亚洲的公主杯 以及这些俱乐部锦标赛 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希望说 在比赛当中能够吸取更大的经验 以及最后一次的亚洲女士陪 在中国大陆 对于目前这边比较年轻的选手 所以不管是他经验上 或者是作战的抗压性上等等 可能还有点不足 那么外籍教练 这日本的教练也很投入 基本上一个礼拜都有六天的训练时间 不过由于亚洲女排实力洗牌 去年亚锦赛泰国小辣椒窜起 四年前输给中华队 他们不只誓言复仇 更想要一举摘下亚运金牌 而地主中国队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更何况还有传统禁律 日本火之鸟以及韩国队 另外还有哈萨克 这让中华女排要捍卫季军 难度提升 室内的这个女排 要想多排的话 有一个蛮坎坷的路 那么尤其是她的临场的国际赛物经验 跟抗压性 这一定要拉起来 不拉起来的话 可能就没有机会 至于在男排方面 过去中华男排 曾在98年曼谷亚运夺得铜牌 但接下来两届战绩不佳 目前还未取得亚运参赛权 那么男排 我们现在预计八月份的 最后一次的资格赛 就是亚洲男子辈在伊朗八月份 那么以现在我们的评估的话 来讲应该进入前世 那么其中亚运参赛资格 应该是希望蛮大的 中华男排从6月20号 将在台中展开集训 总教练由企业联赛 一化男排总教练费家琪出任 目前共有23名培训选手 在集训期间选出18人名单 最后再挑出12位精英参赛 在8月亚洲男子辈这一关 中华男排得全力评战 争取亚运参赛资格 我来听新闻 萧星康 简正光 专题报道